大家好 我是MIRROR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布置 圣诞树 我买了一个巨大的圣诞树 回来就在这里 要一起和大家开启 看到这里写着1.9M 应该很巨大 但是为什么会这么短呢? 很不要紧 现在一起来看看真面目 这个圣诞应该都很多时间在家 所以就想把家里布置得漂亮 这次我人生第一次 买圣诞树回家布置 我说我自己 以前小时候 有没有买过圣诞树呢? 圣诞树我忘记了 但我记得新年的时候 有买过一些桃花 买了很大棵的桃花 圣诞树 果然圣诞节原来是一个开心的节日 我真的没什么装饰的记忆 圣诞帽应该是被你挂在树上 MerryChristmas MerryChristmas 它很多梳梳的掉出来 很难拿的 它很难拿的 MerryChristmas 发布膠 然后是净刀波 哇 这个闪闪的 这个就是因为它脚是假的 就要扮演一个假的花盆 虽然我之前不是跟大家说过 我是不太会过节日的人的 但是当我这样投入去砌的时候 我觉得挺开心的 算是要先放这个 这个C-Line Light 我就决定放这个位置 它有这一块软垫 我围住这里 这个 我要逐个逐个逐个 这样套它 不是吧 这次波波都得到红色 金色 这次波波都得到红色 搭配OK的感觉 咦 好了 现在所有东西准备 就算我们要做这个亮灯仪式 3 2 1 哇 真想不到在家 放着圣诞树 整个气氛 整个感觉不同了 哇 但是这个是側面来的 因为那些波波不够 所以后面没弄到 我给个正面大家看 超有feel 不同角度给大家看 超高的 圣诞树1.9米 我人生第一个圣诞树啊 真是比我想象中来 然后我第一年买圣诞树回来保姿 想不到会这么开心 是比想象中开心超多倍 因为今年一个人在家的时间多了很多 所以我又慢慢注意到仪式感 我发现仪式感注入生活里面 是会觉得生活充实很多的 话说昨天我和朋友在讨论 以前是怎样过圣诞 他们全部都记得很清楚怎样过 有些就说在学校有人扮圣诞老人去拍礼物 有些就说他们自己扮圣诞老人 像我现在那样 但我自己回想以前圣诞是怎样过 我真的完全没印象 很隐约记得有一年 就和家人去行尖东海旁 然后是超爆多人 然后就走来走去走来走来走去 不知道是走什么的 不知道因为太多人 然后又有风路 所以本身可能是十分钟的去那个地方 但是可能要兜半个小时 甚至一个小时 所以之后家人就决定 不再出去 和那么多人一起逼圣诞 所以从小就养成了这个不太过圣诞 就是不太过节的习惯 然后大过了上班 有时圣诞新年这些 都未必有假房 我都是在上班中度过的 我发现我在韩国这五年 我有些圣诞就是跟朋友过 有些圣诞就是跟男朋友过的 但是为什么会没什么印象的呢 后来我意识到一个原因就是 因为我这么多年的圣诞 我都没有特别去做一些事情去慶祝 就是我每一年都是约朋友吃饭 见面 就是我看一些照片 我就记得了 和什么人吃饭 在哪里吃 吃什么 但我就不记得原来那天就是25号圣诞节 对了 因为以前小时候都不是特别有意识感的 那一路的日子都算是平平凡凡的度过的 但是我觉得最近这一排 就是太多一个人的时间 所以就学会和自己怎样相处 那一路以来我就是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 但是最近就终于开始慢慢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了 我觉得非常好 因为这样是差很远的 虽然说现在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会不会太迟呢 我又觉得不会 因为我那些人本身就是需要有经历才能学到一些东西的嘛 譬如在我去年 就是我终于知道自己真的很喜欢香味 所以我就报读了《调香火》的程 研究究竟不同的香味可以带到别人有什么不同的效果 如果我想在家做一个很温暖的冬天效果 那我应该用什么香味呢 我可能会选择有虫木 Vanilla 然后 栗子 因为虫木就是圣诞树的味道 那温暖就是栗子 是比较甜和厚 是属于温暖的味道来的 慢慢学用香味去涂液性情 除了嗅觉之外 最近都开始注重视觉上的享受 例如很简单煮一顿饭 可能现在都会用一些漂亮的厨具 配上一些不同感觉的餐具 煮出来的那顿饭是真的 哇 升了个层次 是比你这样用普通碟 是好吃一百倍 甚至乎爱买 我又一次买了双神芝士汉堡 餐 无聊我就将所有东西 将包薯条 还有那个 因为我吃麦当劳一定要有高甜酸酱的 就全部放漂亮在一只大碟上 酱呢 我也是另外用一个小的酱汁的碟去装 就是由那一刻开始 它已经再不是麦当劳的雙层芝士汉堡 转转转转转就会变成一个高级餐厅的料理 就是因为我觉得是 那东西呢 比了视觉上的刺激 味道是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这种 这种仪式感的东西呢 就是给自己一个视觉上的刺激 那你的脑子呢 就很容易会记下这些画面 而且我觉得这些仪式感呢 其实给了几多快乐 我发觉自己其中一个小确幸呢 就是来自这些仪式感 我现在是极度hyper 不知道大家能否感觉到 但是 我现在情绪超级高涨 就是小确幸会令到我快乐 这件事其实是早前我看心理医生发现的 现在可以的话呢 我都尽量会过得比较意识的重一点 尽量都不想错过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我不想将来又不记得我以往的圣诞是怎么过的 我相信今年的圣诞应该就会比较深刻印象 做了一棵树之外 自己扮成圣诞老人 我一定不会记得 接下来的所有vlog 都会看到这个圣诞树的存在 大家如果家里有位置可以放到圣诞树 买一棵树回来保置一下 真的你会很开心 你不一定要像我那样 这么巨大的 你可以买小小 但其实 我有一年我买了很小 好像手掌这么高的 圣诞树装饰 我IG是有的 我那时候应该是2016年 哇 哪怕是那些小小的装饰 都是装饰 欢迎大家下面留言分享 你们家里会不会有圣诞树 或者看完我这段影片之后 大家会不会 plan 买一个圣诞树回来装饰 大家留言告诉我 我们明天影片再见 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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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